咦? 買了泡河汽水 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河汽水 當然是趕回家聽映華春秋啦 好 回來映華春秋 回來我們這個星期就講一套艾蒙杜華的新作 不知道他隔了三年的新作 香港的譯名叫狐狸糊塗 其實為何要這樣譯? 我相信這個名字就是出自馬克手筆的 因為每逢每一套艾蒙杜華是香港上的戲 電影公司一定是委託他做翻譯的 他整個鞋子就是狐狸糊塗 但是他的圖字又不是糊塗的圖字 而是波圖的圖字 那他可能想... 食字 不是食字 因為戲裡面是有個海 可能想藉著那個戲裡面的情節 其實女主角叫狐狸代 我們看電影 看Postar其實是兩個女主角 其實都是演同一個角色 都是狐狸代 一個年輕人 一個是25歲至40歲 另一個就是40歲之後 其實上面那個女生 我就是不太認識他的 但聽說他在西班牙那邊是幾出名的電視女演員 我什麼叫狐狸狐狸 其實挺漂亮的 但是另外那個我就認識了 艾馬蘇雷茲 如果有看過紅蟲鼠殺人事件 那時候那個女主角很漂亮 那沒辦法 美人慈悟 那已經過了十幾二十年了 但是他的演技依然在這裏 艾蒙斯你想說一下那個故事 這次艾莫杜華的故事是改編諾貝爾文學長 艾莫杜華的三個短篇故事 那他原本就說他這個劇本想在外國拍的 但是後來覺得不妥 因為他可能他始終離開了西班牙本土 他覺得好像跟阿滴聯繫不到 他說原來是語言問題 他不行 他說如果去 本來其實原著是要去加拿大拍的 他說原來已經結束了 想到加拿大拍 但是阿蒙都說 因為英語不是他母語 地方不是他熟悉的地方 他拍不到那個感覺 他離開了西班牙就不是他 於是要搬回西班牙拍 你看他之前拍過二十部電影 其實他還沒試過 一出聲真的會害怕 其實真的沒有的 就算很難看 他的電影都完全是有本土特色的 一貫一貫 都離不開他的角度 因為他沒有這件事 他就不再是他自己 那先說一下這什麼 故事的主角就是狐狸代 可能大家看一看海報 不是他讀Julietta 因為西班牙說 JU是讀Who的 胡理代 他就有個女兒 那個女兒跟他很多年沒有斷絕來往 他也極力想忘記這件事 但是 有些事情發生了 令他不可以不再面對這個過去 那一天他收了一個善報 他就說他的女兒結婚 生了兒子 生了女兒 住了在哪裡 那時候就勾起他 就叮一聲勾起了他的回憶 然後他就想找回一段 就是遺忘了過去 嗯 其實故事很簡單 但是呢 冠刺始終就是 都是艾蒙杜華的女人的戲 回到他最拿手的那件事 因為我們看回之前 《華麗皮囊》 《黑白雲少》 好像都脫離了他那個東西 就算是情婦的情婦 我覺得是不好看的 這套 我覺得他能夠再早兩套浮花 或者再之前的作品 就是他講一些女人的內疚 《情迷孤跟鞋》也是講無女的 講無女情 這套戲就用一中一清的女演員 去扮同一個角色 艾蒙杜華就說 其實我這個靈感 就是來自暴劉爾的《蒙龍的玉霧對象》 這套戲裡面 他尋釀不同的女演員 去做同一個角色 對 而這套戲 這一中一清的女演員 其實都很像樣的 其實他一轉的時候 很難分的 我想說 我最喜歡他轉的那一幕 是非常之 用一個很簡單 但是又很清晰的手法 其實不用說了 他的poster都已經做了出來 剛才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還有我發現 他如果是年輕時的《蒙龍的玉霧對象》 是很多紅色 你有沒有留意 我覺得他隨著他的心境 去改變 他有些顏色 去表達他當時的情緒 或者是他的那個景況 因為去到老一點的《蒙龍的玉霧對象》 你看一下他的衣服 是素很多的 少了很多紅色 很多斑爛的顏色 好像是沒有了 你看到《蒙龍的玉霧對象》 是有點像《蒙龍的玉霧對象》 是有點像《蒙龍的玉霧對象》 早期的那群人打扮 即他的頭髮衝天蓋 即那些好像很露露 因為其實是80年代 他的故事的背景 去到現代就是剛剛好 但他的美子 我覺得是不會質疑他的 因為他的美子是做得很好 因為你看到戲裡面有不少道具 其實是《蒙龍的玉霧對象》 例如那個陶瓷公仔 原來是他的珍藏 是一個西班牙很有名的雕塑家 阿夢多華是借出來的 原來連他那個很漂亮的廢紙籃 原來都是阿夢多華自己拿出來的 因為他覺得他要用這些東西 才襯托到胡尼代的品味 因為胡尼代是一個語言學教師 古典文學 然後你會覺得所有一路下去的東西 你會覺得胡尼代不是很普通的女人 即他是一個很有教養 很有學識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一個這麼偶然的情況下 就宰了落 即是跟一個 其實背景跟他都幾如會兒 即是他階級完全不同的人 是一個漁夫來的 就是那個男主角 但是他們又相戀 但是你又覺得那個男主角和其他女人 又好像很奇怪 他們會有一些性關係 但是那個男主角說 其實我不喜歡他們 不過我有時間又喜歡去打兩炮 但我也是愛你的 即是那些 我只是發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發不错 其實有個角色很有趣 就是那個女管家 女管家就由這個久違了艾姆杜華的一個異用演員 就是Rosey De Palma 以前我們在電影節的搜查 就會叫她做馬面女郎 對 她現在特地化了一個老妝 反而她的馬鼻就沒有那麼明顯 對 但我很喜歡這個馬面女郎 因為她專門做一些奇怪的角色 不包括她這次也是一個很奇怪的角色 你會覺得她是一個管家 但你會覺得她那個好像一個婆婆 對 對 當她第一次看到胡利多出現的時候 她已經 很不客氣 她已經抱了一個敵意 就算她跟她的女兒 她跟她的女兒很好 但是你又 之後為什麼她的女兒會跟她媽媽有 會這樣 突然間會斷絕所有關係 我覺得又是她一手組成 就算胡利多跟她老公分開 都是因為她在她面前說了一些話 令到她倆夫妻決裂 令到之後發生了悲劇 那麼胡利多跟她的女兒決裂 又是因為她 是胡利多跟她的朋友 即使還有她媽媽的朋友 總之跟所有她有關係的決裂 都是因為這個女人 你一開始會覺得有點奇怪 即這個女人好像個個色可有可無 但她又會剛出來好像插手這件事 令到後面那個故事發生了一些不幸 因為我留意她跟胡利多說了一句話 她說你要出去做事不對的 你應該留在家裡的 即是胡利多無故去了一個漁村定居 但她又想出來做事 但在那個漁村那裡的傳統的人 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 即是很明顯是兩個觀念的衝突 即是挺奇怪的 因為胡利多和胡利多和她 即是跟她老公 應該是老公來的 她結了婚的 因為其實她老公前妻的好朋友 那個雕索家的關係也很微妙 即是明明大家應該是對立 但又可以做到朋友 是很好朋友 但有時間她跟她老公又搞兩下 即是很奇怪的 即是整件事是 可能外國很... 可能西班牙很流行 還有一件事原來阿姆多說 就是講 因為我們都看那麼多西班牙片 西班牙人的家庭觀念是非常重的 他就不像在外國 即是美家那些 即是讀大學然後就搬走了 但西班牙不是的 原來是跟家庭的關係非常緊密 所以 為什麼她當說她的女兒 這樣離開之後 胡利多會整個人崩潰呢 因為她們的家庭觀念很重 她沒有了女兒就好像割了她一塊肉 但其實我覺得 這套戲是貫徹著一個暗杜華 一個女人就是 女人永遠都要背很多罪 無論是胡利多 無論是她的女兒 都要背著一些其實 我覺得是命運作弄她們的原罪 對她來說 其實是有些宿命論 即是你說 那個主角 胡利多 之前她都拋棄了她爸爸 是啊 是呀 扔掉媽媽給爸爸 好像一個循環 其實是一個循環 然後她的女兒就拋棄了她 是啊 對 她罵她爸爸說媽媽在這裡 都還沒死 你已經跑去同一個女人去私運 但她自己的情況學術又不一樣 她跟那個魚虎一起的時候 那個魚虎還有老婆 對 老婆還沒死 她都在病 她只不過是另一個故事的翻版 其實是一個很宿命論 即是很有趣的 她這樣畫 即是你說人家其實是自己做同一樣的事情 即使到最後我們不穿 她的女兒其實也是走回她的路 所以為什麼會有最後那一幕呢 但我很喜歡她的秀美 她不會全部拍出來給你 但是是有些迴響 她這部電影 其實她沒有直接用一個戲劇來表達出來的 即是很多東西都沒有表達出來 她說媽媽跟女兒的衝突 其實只是一封信交代而已 是啊 去到最後 即是說媽媽去找女兒 即是你一開始以為 一定會兩個人去見面 是啊 沒有了 完了 好像有些東西還未拍出來 其實呢 其實 想想想想 其實她的封信 已經說完了 已經說完了 如果女兒不肯見過媽媽 不會寫回郵地址 其實他們說 因為我聽聲音比較差 他們說 其實她的女兒 即是大了之後 那聲音就是年輕的 狐狸代的聲音 那個演員配 是嗎 我不知道 對 因為我好像看到有些消息是這樣寫 但我又不太懂得分她們的聲音 如果是的話又一路循環 你會覺得好像是 即是她們這班女人這樣 所以我就說 女人戲來講 梦道華都是拍她自己拿手 她這次會拍得比較含蓄一些 嗯 即是她是拍得會抽離一點 她沒有浮花那時候 那麼明顯 可能因為這個是一個改編的故事 她是要悲善原住的情節 噢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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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丈夫 因為於是 於是就過了生 對 然後 即是媽媽 常不常見 找女兒 找女兒的態度 那個性格 有沒有什麼轉變 其實拍得很 很隱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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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她不說 其實連觀眾都不會察覺 突然間 怎麼突然間會 轉折位會這麼突然的 那原來她是輕輕是有說到的 但你不會在畫面上看到 即是好像我們跟 和狐狸道一樣 都是呢 矇矇矇矇矇 你都不知道原來 小朋友的心態已經變了 又或者是小朋友的心態 其實 即是她開 即是她開頭 她可能未必 對媽媽是這樣的 但是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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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發覺 喂原來有問題的 原來媽媽是這樣的 是的 可能就因為這樣而形成 即是她對媽媽的態度上 即是有一個的 吳架受前胡真恨 是的 就算她的女兒的好朋友 叫塞雅 我記得她的名字 我記得她的名字 塞雅好像跟她的女兒 其實這次阿夢道說 把同性戀壓得很低 其實塞雅跟她的女兒 是有同性戀的 不是嫌疑 她已經說出來不需要 是的 是閨密 其實都是有那種關係 但是呢 又突然斷了 其實我覺得是幾個女人 好像互相折磨 因為塞雅 其實對她來說 她也很痛苦 因為她 其實我們 就是阿Thomas說 在畫面上 突然間 其實已經交到塞雅 四年後走了 你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是 然後她再慢慢 再回頭 塞雅 告訴你 遇到她的女兒 原來還發生了很多事 但是她之前是沒有披露的 然後再看看 塞雅所做的工作 是一些關於美學上的工作 所以她要 紐約 周圍飛 米蘭周圍飛 其實她都是 維持在這個通道 我覺得她的戲的旋律 因為那些女人都是強 漂亮 有品味 你這樣說 我生氣 她沒有說 為什麼 那兩個小朋友 即是貴密 會分開 分開了 她說 原因是說我要去升學 但實際上 原因是說 我想撇掉她 你會見到 其實她 不交代 始終交代了 一個小朋友 她主定是外向的 她喜歡到處去 一個未必是 她去靈修 這兩個其實是不同的人 其實有點像她老公 她跟她老公的關係 她跟她老公也是一樣 其實胡尼多克是一個很 很 她很喜歡去外廠去看 很可愛 她好像是教師 但是代課老師 她不是固定的 是啊 所以她不是找到一份教職 她覺得她一定要出去外面看 她不是說過胡尼多克 她不是跟馬片女郎說過一件事嗎 她說我要去看這個世界 我一定要出去做事 但是她老公就是 覺得你在家裡沒有所謂 你在家裡照顧小朋友 其實好像真的有這個衝突 她一直都很隱悔地死 她不是很明顯地告訴你 她們那些關係 那類東西 但是如果是 我覺得她好像收了點火 你對我來說 阿暮道話 就是好像你 因為之前我看回 當你Kika 那些很瘋 然後 太白雲燒也很瘋 太白雲燒是瘋 但是故事不合聲 太白雲燒已經失可控 不知道她做什麼 就是 你會覺得阿暮道話 你做什麼 但是這次的回歸是一些很平實的故事 我們看的時候是真的很平實的 其實我挺喜歡阿暮道話 拍一些平實的故事 她幾到平實的 我覺得拍得多好 浮花 輪盡我媽媽 對她 對她 對她有懷疑 說就說有戀絲癖 那樣東西 就是喜歡一個植物人 那樣東西 但是其實都 她都拍得很含蓄的 對 所以我就是 再看回她之前 再看回她現在 可能她真的年紀大了 那個 心態有點不同了 所以她對於處理 女性那種 那種 心態轉變 那樣東西 就比較含蓄了很多 對 至於阿暮道話 今年都不知66歲了 對 年紀都 開始大 可能想事都 都會成熟一點 我覺得都會 那倒是 沒有那麼瘋狂 所以 Annes你喜歡不喜歡這部電影 我就 怎樣說 因為我中間 我 skip了她一兩部電影 沒有看 我有看《華麗皮糧》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失敗了 她的故事可以很瘋狂 但是她捉不到 我不是要她拍到 好像早年一樣 天晚上行空 是她拍不到精髓 所以浪費了這部電影 其實她也是改編 自一個叫狼珠的法國小說 對上她的頭髮我很喜歡 但她的情婦和黑暗笑 浮費我喜歡 我不喜歡《情婦》的情婦 我沒有看《黑白暗笑》的舞台 聽過你講話不行 很差 真的很差 這部電影我覺得她拍得不壞 不會走樣 但你不要預期她好像早年的阿武道話 或者中期的時候 她會瘋狂就沒有了 她那些原而原術 都盡量減到最低 我覺得最原意都是她的配樂 對 你說得很對 那些配樂會令你想得 咦?是不是有事發生呢? 原來沒有的 哈哈 沒事的 都是普通的東西 這部電影我們就講到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我們講另一部電影吧 對 感谢观看